在上花圈洒水祝福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早来到新北缅甸街出席与佛街活动 要向缅甸桥包和新年 那雨水也会带来丰收 那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缺水的问题能够赶快解决 大家也知道事实上现在全台湾都在缺水 那我们缺水缺电这些都赶快能够化解掉 先上新春祝福还不忘暗酸执政党五缺议题 只是眼下蓝营内部同样面对陪你当 传出国民党智库正因为财政困窘 党中央早已拍板打裁员 这几年尤其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用所谓的这个不当党产条例把我们封锁 那每一年大概都要花七八千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有透过转型 透过整个改革让它能够清量化 智库人士透露目前来营智库研究员将近三十人 行政人员大约有十二人 而智库每年的开销大约七千万 不过光是人士成本就占了七成 而人员缩编预计在六月以及十二月分为两阶段进行 那未来会就会跟外部的这个所谓的顾问 来做一个平台上的价值 对于一些研究员的未来的这个出路 我们就会做妥善的一些的处理 据了解智库内部的人员已经陆续收到公文通知 预计在六月一号起停止聘用 最慢还得在五月三十一号之前 办妥离职手续 从财彻黄复兴到智库大缩水 国民党的营当危机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缓解 金星文十二伟黄奇洋 参加